说法求之,真不可得 这个我们的确要求,心不可得 那年经常一开端就说出这个事 心在哪里? 再告诉各位,心找不到,事也找不到 心不可得,事也不可得 你要不要把这一切物质色相都认为是可得的? 假的,不可得 你今天得的财富,得的世间一切金金财宝,荣誉地位 你都不认为得到假的,不是假的 不是说死后才知道是假的,一样得不死 那个时候觉悟已经太迟了 实际上,你天天,每一天晚上你都死一次 你睡得了,不跟死人一样啊 你想想看,你睡熟的时候,人家他们身体抬折,你都不晓得 睡熟的时候,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你还不是不觉悟吗? 死人不过是睡了不起来而已啊 每一天都要死一次,这个很恐怖啊 我那佛法里面讲开悟啊,悟什么?就是悟的 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明白了,觉悟 所以这个世间一切法,你要说这是我的,那个是我的 佛看到的,痴人说梦啊 一点没错,确实说讲梦啊 不要说,神也主啊,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啊 这才翻过头来,心经这个四句啊,才真真懂得一点啊 啊,这身体的色相嘛 色不易空嘛,不易那两样,可空那两样嘛 那色即时空嘛,不可得嘛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主要知道 要觉得我不会再用这个假象来造罪业 那个话不来啊 你用假象去造罪业,换句话说 你天天在干什么?干六道轮回 你今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了三窝道啊 今天做了六道轮回 凡夫之人天天干这个 真正觉悟的人 确定觉悟的人 他干什么? 我今天干西方极乐世界 我今天跟阿弥陀佛 把电报往来交通啊 您念这句佛号,深深都有感应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决定往生成佛 一个是决定在搞三处六道 他怎么会一样? 这是真正要救的